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怎样自己制作适合自己尺寸的桌椅 这款在网上挺流行 买了木头以后呢 如果和我一样 以前放在室外的 你像这个比较厚实的 一定要放到屋里一个周左右 有的人呢 甚至放一个月 就是忘了让它适应室内的温度 你要是从BNQ或Wix 已经买好处理过的就不用了 这种木头比较沉一些 应该算不上是石木 但就是掂量着特别沉 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比较喜欢轻快一点的 其实 桌子和椅子的腿 也是在网上买的 桌子的尺寸高度 大约是这样的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小黑垫子 是买来就带着的 椅子的高度 宽大约是 因为在网上看了一圈 因为我的这个地方太狭小 就不得不自己做 没有这么小的桌椅 切割完了以后呢 就把它磨一下用砂纸 磨好了以后就是这样的 很光滑 怎么样把这三块木板拼起来呢 第一步 就是先给它钻上一个洞 不止一个洞 这是这个 它是这样的 你会往那里的 这些紫囧 让它们串通 其中这中间这个呢,两边都短,因为这是连接的 那我们现在这,现在这做好,我再用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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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桌子的尺寸是 桌子的尺寸是 这个还不好挤出来呢 不过去的尺寸 没有,你会不会拿到尺寸 不过去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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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去尺寸 甚至没有,你会想要看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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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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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你的羊小小女孩 你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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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你甚至少多不一有 mec 籽子 割 脖刀 罩 下一步就是晾干的过程了 已经好几天了你啊 等它干了 右边的这个小板凳呢 是凸好漆的 左边这个桌子 这三块还没凸 我其实是不想让它涂这个东西的 就这个给木头上漆的 叫木拉 它说不涂不行 好像有一种保护木头的作用 因为我觉得木头天然的颜色就很漂亮 你涂上这种有一种化石天足的感觉 它说这种颜色呢 不是单纯为了颜色 你不涂它容易把木头表面给刮了呀什么的 我就闻着这个有一种味道 反正我不喜欢闻 拿一个旧海绵 戴着手套慢慢涂 好歹只涂一层 我觉得这个颜色很一般呢 它还有中间给它做了一个支撑的木头 现在呢 就是把那个黑色的桌子腿给它按上了 我看到现在有很多家庭都是自己订做 因为你要的这个尺寸店里可能是没有卖的 像我的吧 就是尺寸太小了 空间太小 这就是那个支撑木 本来是想买个旧桌子的 结果看了一圈 哪里也不卖这么小的桌子和椅子 所以只好自己做 没想到网上就是做好的这样的 它卖的挺贵的 放在一起 一块小绿 完成一锟 剃的腿 剃的 guerre的 还可以放在一起 再下来 哪儿 再下来 这就是 这种 摄ification 放入挟 露草 藏水 抄 under 加入 露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做好了 花了好几天 因为我俩都得上班 效果还是挺好的 简约风格 我看网上卖它都卖到好几百 它主要是人工费应该是比较高 OK 这就是怎样在有限的空间里 自己制作适合自己的桌椅 还可以比较满意的还算是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